科学家计划制作一个太空电梯 以探测外太空跟火星 那么支撑这座太空电梯的缆程 是一条由十亿条长达十万公里的 耐银船馆做成的 每一条耐银船馆有那么多高 七点到什么十的十七地方的碳原子 当然你读到说有多少的原子 其实有一个东西 可能同学有个这次学化学里就会的 化学里讲过一末会有几个 那假如没有 造型上不需要背 它会在考验的最前面会附上给亚国加决常数 懂我意思吗 懂我意思那你教会来用 要分享他来用 那么所以 而且另外跟同学家一起讲 就像我国中一样 我们的学者四来科考译 是把化学物理生物地科四科怎么样 综合考在一起 OK 所以也许有些东西 你还能界定尊敌是物理或化学部分 尤其地科也会有这样子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来看看这一匹 也许它也有点点像化学 那问题 估计这一条缆程至少需要多少公斤的碳材质素 所以我刚才有讲 你先要有化学的技术观念 这一部分不是再故意教你的 一末的碳的质量有多少 一末的碳是多少 它其实也会应该是会有一些比较不常用的 你会觉得你会常用你要留意记起来 一末的碳会有什么样 十二克哦 十二克 但是你等下要问的时候 人家分你公斤 所以最好把它化成标准三个 它最相当于多少公斤了 十二乘是怎么样 十二乘三公斤 OK 这会不会翻算 这半十公斤是一末的哦 可是你那么多个 我怎么知道多少 你要再怎么办 你所需的碳的质量 它不是要自作这个太空间的地方 你需要多少 你有那么多一条 你有那么多一条 多少两分 十一条 然后再看看每一条 的质量是多少 每一条的质量是多少 那么十一 你去数看看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一 十一 十一 这个十可以总释放 所以这十一 就降下来十可以总释放 再乘一条 的质量 那一条是多少 它没有讲一条的质量 它只讲那么多个 那那么多个干嘛 多少 我刚刚讲了 要把它再处理什么 那么多个再处理什么 这位雅伯家具的常数 就等于那么多磨 所以那么多磨 一磨 是那么多可再处理 我的十二 成立词的负三 公斤 这话什么公斤 所以你整个所需要的看 这当然需要处理的 不过你要是 取的话就去 取一个大约 也可以的 就大约是等于 十四 已经 opportun inquis schedule 同一 そうそう 好了 我详细这下集